武汉战役这次打多少分 打多少分啊 打个85分啊 为什么 因为武汉也经历了 外面很多 就是这个一户人都来了 没有十分 为什么 因为有的人不持久嘛 在考证都不得 不说195也可以 没发现什么疫情啊 没有什么传染啊 好可以得分 我在这的时候 几个人都没有回去 一直搞潇洒 80分吧 政府组织啊 后期的组织啊 怨分不好 但是后来动员起来之后 就效率很好啊 然后民众之间比较配合啊 比较能够理解这些政策啊 什么的 110 一开始很恐慌 后来就是很安定 很稳定在家里 按照政府的指定要求 就做就行了 我觉得满分 我们这是控制的比较好 给100分 因为武汉做的很好 控制疫情控制的很快啊 90分吧 因为我觉得武汉的人民都很勇敢 然后全国的医护人员都很勇敢 然后大家也都齐心协力的 然后打赢了 这是战役 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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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一点都不扣吗 不扣 为什么要扣 你们觉得做得好 武汉这么给你 110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我们两个宝宝都可以出来逛街了 他们多短了 他们20个月了 95分 95分 这是高还是低 高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国家做得很好 政府做得很好 武汉人呢 武汉人做得更好 我给武汉100分 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我们要对武汉有自信 我们就是武汉人